不管儿女笑与不笑,这句话宁可烂在肚子里,也千万别对他们说,否则后果太严重。 这里是佛学讲堂,分享人生故事,欢迎订阅。 人老了,最能依赖的就是儿女,当父母的将子女培养成人,子女受父母的恩情,而当父母老了需要照顾时,儿女就要无条件尽孝。 这是道德的要求,法律的约束,也是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关键。 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决定了子女的性格与人生,什么样的父母就能教养出什么样的子女。 父母成功的教育让子女成人成才,不仅对他们自身的发展大有弊意,也让父母在年迈的时候能得到应有的照顾与陪伴。 晚年幸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子女,老年人对于钱财、生活条件等物质方面的要求其实并不高。 老年生活的幸福需要子女去支撑,一是从精神上与父母走得见,时常关心父母,二是在实际行动上让父母感受到笑。 子女孝顺是父母晚年幸福的基本前提之一,在实际情况中,不少家庭的老人子女的关系十分不融洽。 有的是因为子女品德败坏,有的则是因为老人为老不尊。 这三句话,宁愿烂在肚子里,也别对儿女说,否则自讨苦吃。 一,以老卖老的话。 父母养育子女,子女孝顺父母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没什么好辩驳的。 当父母的是长辈,子女尊敬长辈是应该的,但这并不代表子女要对父母的话言听计从。 当父母的,不能以老卖老,仗着自己是长辈,就提各种无理的要求,或是对子女的话充耳不闻,始终一意孤行,因寻守旧。 时代在变,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,就从消费观念来说,老一辈人的消费观念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社会。 有变化就要有变通,固执己见只会带来种种麻烦,很多人总拿年龄,身份压人,这就是在为儿女增添压力。 老年人应当被照顾,长辈应当被尊重,这并不代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,当儿女的,当然要为了父母而做出一些约束。 比如一些安全问题,子女不让父母碰家里的煤气灶,微波炉等等,子女的约束是为了父母好,但一些父母却说是儿女是为人小气,这是在令人哭笑不得。 二,与别人攀比的话,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儿女,被父母拿去攀比了一辈子。 从小要被攀比教养,学习,别人家的孩子多么开朗懂事,长大后要被攀比事业婚姻,谁家的儿女又赚了多少钱,找了个多么优秀的伴侣。 等到当父母的老了,子女开始孝顺他们了,又开始说别人家的儿女是如何如何对父母好的。 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我们做不到最好,只能做到更好,这样的父母,其实他们内心也没有一个关于好标准。 爱攀比的父母看到的是更好,而看不见子女已经付出的好,这样的高要求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。 特别是子女在悉心照顾时,切记对子女说攀比的话,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多么多么孝顺,这其实就是在打自己儿女的脸。 攀比事业天穷无尽的,人一旦有了严重的攀比心,看待什么都是不足的,子女已经尽力而为,当父母的却仍然不知足,甚至还贴上不孝的标签, 这是万万使不得的。 三,挑拨子女夫妻关系的话,一个家庭的和谐在于夫妻关系,这就像是一栋大楼的地基,地基牢固大楼,才能屹立不到。 当婚姻出现问题,家庭也就开始风雨飘摇。 整个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受到影响,当父母的应当为子女的幸福着想,这个出发点在于以和为贵,而不是教唆子女离婚,更有甚者挑拨子女的夫妻关系。 婆媳矛盾是一个世纪难题,上一代人与这一代人的代沟,以及生活方式,习惯的不同,都容易导致这一问题。 女人本就天性敏感,这让婆媳矛盾总是难以避免,而有些当父母的,就开始跟儿子吹耳旁风。 若是当男人的能主动面对婆媳矛盾,能够做到有主见,有魄力,也有话语权,这些问题也都迎刃而解。 可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如此,当父母的一放话,多少都会对其产生影响,这就使得儿媳被孤立起来,在一个家庭中这是很大的忌讳,子女婚姻不幸福,也就不能给父母更好的生活。 有心理学家曾这样说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要保持长久,秘诀只有一个,那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。 其实,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,特别是在儿女结婚成家以后,把握好彼此的分寸感,尤为重要。 很多父母打着为儿女好的旗号,在儿女结婚成家以后,事无巨细地干涉儿女的生活,毫无边界地对儿女的生活指指点点, 有意无意地挑拨儿女的夫妻关系。 说实话,父母这样的行为很容易引起儿女的反感,不仅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与稳定,还会破坏儿女的夫妻感情,让儿女的婚姻濒临破裂。 父母应该明白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,每对夫妻有每对夫妻的相处模式,你认为好的并不一定适合儿女。 虽然父母对儿女做任何事情的初衷都是好的,但是,如果父母不能把握好分寸,过度干涉儿女的私生活,往往会起到反作用。 其实,当儿女成家之后,聪明的父母就会慢慢退出儿女的生活,和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,不随意干涉儿女家庭的事情,更不会对儿女的夫妻感情指手画脚。 四,打击儿女自尊心的话,相信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听过这样的话,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还好意思哭,别人怎么能做好,你真是太笨了,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,你根本做不到。 父母总是说一些否定儿女的话,喜欢拿自家儿女和别人家的做对比。 甚至对儿女说一些刺耳难听的话,这些都会对儿女的自尊心造成伤害,从而让儿女变得越来越自卑,越来越不愿意和父母交流沟通。 所谓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 父母的一句话,有可能成为温暖儿女一生的阳光,也有可能变成扼杀儿女自尊与自信的戾气。 中国是父母的爱,往往是打击式的,而非鼓励式的,他们总是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,一味地对儿女说一些尖酸刺耳的话语,以此来增强儿女进入社会后的耐挫力。 然而,父母有所不知的是,让儿女有抵御外界一切坎坷与挫折的力量,并不是来自父母的冷漠与嘲讽,而是那些温暖心底,治愈伤痛的爱与关怀。 儿女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,会遇到许多风雨坎坷,太多人会给她们带来麻烦,令她们受伤,唯有父母是能够给她们送去温暖与爱的人,是她们心灵深处一直想要寻找的避风港。 可是,很多父母却亲手把儿女为一刻以慰藉心灵的避风港给摧毁了,让儿女在受到打击挫折之后身心无处依托,可怜孤苦,惹人心疼。 父母对儿女的爱应该是包容的,是无条件的,而非是因为儿女的聪明和优秀,每个儿女都应该享受到父母均等的爱,哪怕儿女笨一点,平庸一点,也需要被尊重和理解,值得拥有这世间的爱与温暖。 五,反复提及与他人的恩怨。 如果父母总是在儿女面前提及自己与他人的恩恩怨怨,让儿女的生活被仇恨所包围,以仇恨的眼光看待人于世,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怨恨,这并不利于儿女的成长与发展。 常言道,冤冤相报何时了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 仇恨永远不会给人带来快乐,只会剥夺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,从而滋生出更多的仇恨, 让人痛苦煎熬地活着。 莫言在《生死疲劳》中写道,死去的人难再活,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,哭着是活,笑着也是活,最好的生活,就是在痛苦的时候笑着面对。 一切来自于土地的东西都将回归土地,圣而在世,圣而为人,一生不过白居过细,与其因为昨日而悲伤,不如享受今天,憧憬明天,或许你就能摆脱人世间的诸多烦恼。 身以为然,人始终是要前看的。 为了快乐而活地,将老一辈的恩恩怨怨延续到下一辈,把儿女卷进无休无止的争斗中,让儿女活在怨气与憎恨中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 人生在世,与其心怀怨恨,抱怨不平,不如看开一些,放下仇恨,放过自己,去拥抱这世界的快乐与美好。 以上几件事,宁愿烂在肚子里,也不要随意对儿女说。 真正对儿女好的父母,会给予儿女支持和鼓励,会教导儿女放下仇恨做回自己,会把握好分寸,不随意指点儿女的私生活。 这样,才能更好地维系和儿女之间的感情,让彼此的生活都变得更好。 这里是佛学讲堂,分享人生故事,欢迎订阅。